这是人类第一次见到巨人 在一场凶猛的暴风雨过后 突然有一个溺死的巨人出现在了小镇的海滩上 他像小山一样庞大 引来了无数市民的围观 科学家也开车来到了海边 起初他还不太相信 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起红探讨 他便决定亲自来这里看看 巨人身长86米 全身赤裸 面色苍白 五官古典而优雅 巨大的手掌中有小鱼在游动 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 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与他巨大的身躯相比 人类此时显得无比渺小 有人率先登上了巨人的身体 于是围观群众受到鼓舞 一拥而上就开始流影兮兮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个巨人成为了远近文明的景点 无数游客纷纷前来打卡 想一睹人类史上巨人的存在 然而在科学家的眼中 他觉得巨人还是活着的 甚至比身边的人都要有活力 几天后 工程队开始想办法处理尸体 工人们郑重骑士的探讨 应该向巨人分成几段才能运走 而巨人也随着时间推移 已经出现了肿胀和腐烂 游客也对他失去了最初的兴趣 科学家最后鼓起勇气 踏上了巨人的身体 看到这里有孩子堆积的沙宝 有年轻人寄信创作的涂鸦 看着他泛白的眼睛 科学家无言以对 终于到了肢解巨人的时间了 等到数周后 科学家再度去拜访海滩时 巨人已经剩下一些残骸 提醒着人类他曾经存在过 科学家环顾着小镇 看到人们把巨人的身体拆分成小块 骨头做成了店铺的装饰 旅馆挂着风干的耳朵 其他部位也被回收成珍藏品 这个巨人如天神般的生物 终究被人们渐渐遗忘 仿佛从未出现过 这个扫地机器人有多扭 只要你敢乱人垃圾 他就会欺负到人类头上 连气熏的老人都敢追着暴打 未来世界的养老院已经十分先进 一帮老人们在家政机器人的帮助下 原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遛狗都有专门机器人 坐着汽车就能打网球 什么事情都不用操心 正所谓越智能越危险 有一天扫地机器人与老台的意见不合 家里的狗狗想提主人出头 谁知头上的毛立刻被机器人削去了一块 老台很生气 并准备拨打投诉电话 谁知这个机器人上方接娃 他原本那个被用来清理蚊虫的生物模式 此时却被意外激活了 于是机器人发射红外微波 直接就把家里的鱼缸震碎了 老台见状不妙 马上抱起狗狗就要逃跑 随即机器人开始大肆破坏 把家里所有东西都挤了个粉碎 老台边夺又边打电话 咨询紧急关闭机器人的办法 不料后面 夫人机器人步步紧逼 幸好关键时刻 他突然被一个枕头吸引 老台才得意躲进了厕所里 电话拨通了 客服表示也无能为力 但是可以牺牲狗狗来解除危机 老台不忍心 果断拒绝了 接着机器人破门而入 老台试图用浴巾 遮挡住他的传感器 这个操作 顿时让机器人满地的疯狂转圈 直至后面才消停了下来 然而老台这个保密的行为 却被判定为有意破坏设备 因此激活了屋子里的安保系统 瞬间反锁了所有的门窗 同时还启动了大扫除模式 无奈的老台只能躲进壁橱里 打击不敢出一声 幸好这次机器人没有发现他 机智的老台想到了一个办法 给机器人扔去了一堆脏衣服 趁着机器人分散注意力的时候 急忙跑到门前求救 碰巧对面的邻居挺身而出 结果还没行动 就被机器人锁定 当场整个人被电晕 老台立马捡起邻居的猎枪 一把击到了没完没了的机器人 最后他却因为攻击机器人而受到通缉 养老社区里的机器人全部倾巢出动 就这样 老台和老头一路开着逮捕车 共同踏上了逃亡之旅 孩子们在平安夜期待着自己的礼物 结果想要的圣诞老人没来 却等来了一个流着口水的怪物 圣诞节前夜 一声叮叮当 吵醒了姐弟两人 小孩子很开心 觉得是传说中的圣诞老人来了 不知道他会送什么好玩的礼物呢 接着便偷偷摸摸来到电梯 一个黑影突然闪过 定时开始播放着圣诞老人的动画片 他们小心翼翼的爬到沙发后 只见一条恐怖的舌头生了出来 喝光了牛奶 拿走了饼干 还打了一个大大的宝格 这哪是什么圣诞老人啊 简直是一头猙獰的怪物 姐弟两人顿时吓到不敢出声 顿在沙发后面瑟瑟发抖 怪物冲着孩子而来 还叫出了姐姐的名字 就在两个孩子觉得会被吃掉时 结果他却从肚子里吐出了两个 沾满粘液的礼物盒 还告诉姐弟俩要乖乖听话 随后就从壁炉里离开了 两个孩子惊吓未定 面面相去的拆开礼物 结果发现 还真是自己喜欢的电动玩具 这个很阴间的圣诞老人 吓得孩子们睡不着觉 如果圣诞老人长得像铁石怪 试问 一百万的礼物你敢收吗 谢谢观看